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哪 跟我在一起都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 干脆就别谈恋爱了 还是什么恋爱呀 跟你妈过去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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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孩都吃醋了 说这个到底和我过还是跟妈过呀 其实问题也不太大 认识一下两位男女嘉宾吧 掌声有请两位 男嘉宾小杨二十二岁 来自四川是一名体育老师 女嘉宾小熊二十一岁 同样来自四川是一名音乐老师 有请两位 欢迎你们 两位都是老师啊 对 在一个学校工作吗 对 是在学校认识的 之前大学社团活动认识的 哇 那你们为了能够在一起去了一所学校工作 对 这挺不容易的 人家都是毕业就是分手 你们不仅没分手 还到了一起工作 这是完全有可能天天形影不离啊 但是平时就是因为我跟我妈太亲密了 她对我意见太大了 跟你妈太亲密了 对 这儿子跟妈亲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挺正常的 你那叫正常吗 每天起码得给她妈打七八个电话 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件事情不都是洗漱吗 对吗 她起来第一件事摸手机给她妈打电话 她妈我起床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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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她妈说 然后中午也得给她妈打三四个电话 晚上睡觉之前还得给她妈说晚安 妈妈我睡了什么什么 比如说七八个电话挺正常的吧 你那叫正常吗 我们平时跟朋友一起出门 聚个会啊 逛个街什么的 她也得给她妈打电话汇报一下 嗯 出去吃个饭 拍照片给她妈发过去 让她妈看我们今天吃什么 就比如说还出去剪头发什么的 我跟她一起 她说来你给我拍个小视频 给我妈发过去看看我这头发剪得怎么样 让我妈给点意见 嗯 我在旁边处着我算什么呀你说 这不是 你就不能问我妈 从小我妈剪头发都是我妈陪我去的吗 那你妈也都几十岁的人了 她的眼光跟我们能一样吧 而且我在旁边你就不能问我妈 我不是后面问过你的吗 那你也是先问你妈呀 出去逛个街买个衣服什么的 嗯 她也是没件 给她妈拍个照片发过去 让她妈给她选妈我穿哪件好看什么什么 都得先问她妈 她妈说哪件好看就没哪件 我在旁边处着我一大伙人你不问我 我是你女朋友 你今天这件衣服谁给买的呀 我妈妈 我简直我都受不了她了 不止你 我不管什么都是爸妈妈放在第一位 你说这也就算了 我生个病 我肠胃炎 我本来就有肠胃炎嘛 折腾一宿 上吐下泻的 说第二天带我去医院 结果她妈一个电话就把她叫回去了 留我一个人在那我还病着呢 这不是我家里面有急事吗 有什么急事啊 能比我急吗 我都生病了 这不是我妈年纪大了吗 学车 然后她不会弄 然后叫我回去帮忙 那学车什么时候不能学 非得挑到我生病那天叫你回去 她当时不是定了时间了吗 跟家校 所以你就把我一个人扔那是吗 你不是后来 你不是朋友陪你吗 我要我朋友 我还要你干嘛呀 我还要男朋友干嘛呀 不是我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肯定把我妈放在第一位